字到發南的葡萄串 在農民眼中 像高貴鑽石閃閃發亮 不少大村人就靠種葡萄致富 全台葡萄栽種面積 達兩千八百公頃 彰化一千兩百多公頃 佔了百分之四十七 其中大村鄉有四百一十公頃 南瓜彰化栽種面積的三分之一 葡萄幾乎和印鈔機劃上等號 那接下來葡萄產業也是 我們的 大村之光 它的經濟能力也是還不錯 但大村可不只有千萬葡萄農 富豪的組成多元 顛覆外界想像 全台數一數二 製造業就在其中 大村鄉人口三點七萬 三十億平方公里 卻能締造一王一后產業奇蹟 王指的就是葡萄王 彰化縣長王惠美曾說 台灣人吃進嘴裡的葡萄 兩顆有一顆來自彰化 自行車後 則是說電動自行車產業規模之大 位居全台第二 小方輪胎還有美麗達 都在我們大村鄉 然後讓我們覺得說很光榮 然後也覺得很幸福 中小企業在大村鄉生根 育育出不少不願莊揚的隱形富豪 小小地方產業聚落蓬勃 也難怪大村人總能抬頭挺胸 驕傲的向外地人說 福利好產業興盛戶籍牽起來 下輪新聞許淑偉 張華報道 都在新闻下 大村鄉有寺